小朋友骑着滑步车在滑行过程 不仅可以加强幼童平衡感与肌肉发展 更能兼顾肢体律动训练 由于近年滑步车在台湾相当流行 台湾新青年公共服务协会看准运动热潮 将于4月28号在屏东市举办全台首场风介赛 滑步车运动对于孩子的下肢的发展 包括平衡 包括体感 就统合的部分都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项运动 对 所以我们就在屏东大家因为同好 大家一起就做一起玩的滑步车这个运动 台湾新青年公共服务协会主要就是 我们会办一些青少年的活动 我们也非常关心就是儿童幼儿的整个身心的发展 还有我们也常常举办一些亲子的活动 滑步车封肩赛开放报名不到三天 便吸引北中南共275名孩童报名参加 在练习时即使艳阳高照 小朋友人玩得很开心 你为什么喜欢玩滑步车 因为可以运动 还有呢 然后对身体也好 携伴活动的皮诺仙议员黄铭贤说 当天将结合市集让活动更丰富 那这个在仁爱路 我们在4月28的时候在仁爱路有封街 那为小朋友举办这个比赛 那现场也有市集 那我们有准备了气垫城堡 那周遭还有一些公园 一些娱乐设施 欢迎所有的小朋友 以及家长们共襄盛举 主办单位表示 滑步车运动室和年龄是2至6岁 过去台湾滑步车赛事 主要办在室内P5跑道或停车场 不仅受限场地 赛道也无法多元变化 因此首场封街赛消息一出 包括花东及北部喜好滑步车的家长 都在第一时间报名 期待借由这场全国性的赛事 吸引外县市亲子造访屏东 进行2至3天的南国亲旅行 为在地业者占尽运动观光彩 屏东新闻张如荫 张志豪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